西藏杨卓雍错淡水域多达8亿公斤 徒手就能抓到 为何却没人吃 西藏作为这两年最火热的旅游圣地 吸引了不少游客前去游玩 相信很多如果西藏的人都会发现 在西藏各地几乎都分布着大大小小的淡水湖 并且湖中肉眼可见的能看到许多鲜活的鱼类 其中最为出名的便是被称为西藏三大圣湖之一的杨卓雍错 在这片湖中生存着将近8亿公斤的淡水 可就算西藏地区的鱼类如此之多 却没有一个人愿意前去捕捞 这又是因为什么呢 众所周知 西藏地区的人们有着他们独特的信仰 而杨卓雍错作为三大圣湖之一 更是承载着人们的信仰 因此湖中的生物必然也会受到人们的尊重 当地人认为 如果随意伤害圣湖中的生物 那么就会受到严厉的处罚 因此西藏几乎没有人从事渔夫这个行业 既然如此 那么除去生物之外的淡水湖 其中的鱼类能够被人们当成食物吗 事实上 虽然西藏并没有规定人们不能吃鱼 但是大部分当地人都没有吃鱼的生活习惯 由于西藏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 所以当地人的主要食物都是牛羊肉之类的 鱼类的体型比较小 可食用的部位也比较少 所以一条鱼根本无法满足一家人的进食需求 如果想要吃鱼吃饱 就需要一次性宰杀很多条鱼 而当地人们深受佛教文化的影响 认为杀生并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所以相较于鱼类来说 牛羊之类的大型动物宰杀一只就能够吃很长时间 因此在种种因素影响之下 当地人都不会主动去捕鱼 西藏羊湖中的鱼泛滥成灾 这些鱼究竟是从何而来呢 尽管在现在看来 西藏淡水湖中的鱼可以说是达到了泛滥的程度 但是在几十年前 这里的鱼差点走上了灭绝的道路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早在70年代的时候 当地人对杨卓拥挫中的鱼类进行了开发性捕捞 由于没有控制好捕捞的数量 从而过度捕捞导致湖中鱼类持续性减少 因此当地人才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开始对鱼类进行保护 从2004年开始 每年都会定期定量地投放鱼苗 试图改变当地的生态环境 而当地人对于鱼类的保护同样也比较重视 所以很多人都会自发投放鱼苗 从此之后 杨湖中的鱼也就越来越多了 除此之外 虽然当地人都会自发地投放鱼苗 但是却没有规定投放的种类 所以导致杨卓拥错湖中出现了很多外来物种 由于这些鱼类没有天敌的威胁 所以也能够顺利地繁衍后代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杨湖中存在不少外来物种 但是杨湖水域面积足够大 能够让所有的鱼很好的生存在一起 并且这些鱼类却没有给当地的生态环境带来影响 反而成为了当地生态链中最重要的一环 逐渐承担起了重要的角色 也正是因为这样 杨卓拥错湖中的鱼类才会越来越多 甚至隐隐有了泛滥的趋势 既然当地人不吃鱼 那么是否能够打捞后卖给其他地区的人呢 有很多人都认为 既然西藏人没有吃鱼的习惯 那么将这些鱼进行打捞后 出售给其他地区的人 不仅能够增加当地收入 还能够将鱼类的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 既然如此 那么这种方法究竟可不可行呢 有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杨卓拥错湖的水质与其他地区的淡水湖有很大的区别 经过检测之后发现 这里的水为高活性碱性水 由于水域内并没有足够的营养物质 所以这里的鱼大多以矿物质为食 因此洋湖中的鱼体内拥有着很多矿物质 并不适合人类食用 除此之外 西藏还有着特殊的殡葬习俗 在亲人故去之后 将其遗体沉入湖中 等尸体腐烂后就会被湖中的鱼类砍食 这种殡葬方式也被称为水葬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西藏淡水湖中的鱼都是不适合被人们食用的 不过不管怎么说 不吃鱼也算是西藏人心照不宣的默契 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去当地旅游 一定要提前了解好西藏人民的生活习惯 避免自己的不当行为来带不必要的麻烦 所以我们还是要尊重当地风俗习惯 才能让自己有一个愉快的旅程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屈普文心争稿了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